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美洲360 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下上个星期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 UNW Toyota 率先公布了恢复 SST 过后的新车价格 原厂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因为原厂的订单已经确定无法在 6 月 30 日之前交车 所以现在订车的朋友肯定是必须交付这个 SST 的 所以原厂就率先公布了这个新车的价格 从 Toyota Yaris 开始 到 Harrier 等等都有价格调整 价格涨价的幅度介于 3000 令吉到 10000 令吉不等 除了 Hilux 之外呢 其他的都是有这个价格的调整的 因为 Hilux 是这个商用车 所以商用车其实并不在这个豁免 SST 的这个行列之内 所以它的价格基本上是没有变动的 只是在上个星期呢 原厂也有公布了这个 Hilux 的新车价格 取消了一些车型之外呢 这个价格也有大概 3000 令吉的调整 而在早前呢 这个财政部长也宣布 这个销售税货免呢 在 2022 年的 6 月 30 日之后 不会获得延长 所以各位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期限拿到车的话 那么你是必须交交这个 SST 的 第二则新闻 Proton 可能今年不会推出任何的新车款 并且集中潜力解决这一个零件短缺的问题 其实在上一次一项活动中呢 Proton 的高层呢 就跟我们表示了这个 SS11 还有 VS11 的存在 而且它表示呢 这款车是近期的计划 可能是在今年年末 但是目前呢 Proton 遭受到非常严重的零件短缺问题 不仅仅是 S50 S70 就算连这个基本的车款 就是 Iris, Persona 和 Saga 同样的也有这些问题 新车生产不及 然后如果是这个客户需要更换零件的话 零件也严重的短缺 所以影响到了品牌的形象 所以近日就有消息指出呢 原厂将会竭尽全力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期望在今年的 6 月之前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 可是也因为全副精力放在这一个解决零件的问题上面 所以新车今年应该是看不到了 只是如果再次把新车推到明年的话 那么这个 SV11 也就是豪越 来到马来西亚就已经可能是 4 年的老车款 中国可能要推出大概款都说不定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新车是要今年推出还是明年推出的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三则新闻 MG 明觉汽车可能真的要来马来西亚了 而且它的代理商是丹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在这个丹琼的官方网站上面 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页面 上面写着 MG HS 可是其实里面是没有什么细节的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丹琼呢 他们在他们的官方网站 设立这个全新的网页只是还没有完成而已 其实这个 MG 的车款呢 已经多次在马来西亚被人目击到正在进行测试 只是这个代理商传了很多人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而这个丹琼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命天资 实际上呢 丹琼在越南也是这个 MG 明节汽车的代理 所以如果他在马来西亚也代理这个品牌的话 实际上也是非常合心合理的 另外一位丹琼本身就有这个汽车的生产线 所以要在本地 CKD MG 的车款其实也不难 至于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相信其实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你对 MG 的车款有什么看法呢 第四则新闻 传闻中 PRODUOR 的 D27 MPV 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月里面 也就是4月发布 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我们马来同胞的这个 宅节月 而且他们的开宅节即将到来了 通常开宅节之前是一个购车热潮 因此就有传闻指出 PRODUOR 即将在这个月内发布他们的 全新 MPV D27A 也就是 ELZA 的接班人 这款车是采用 DNGA B 平台打造的新车 是 AVANZA 的双胞胎兄弟 就是原厂已经多次确认了这款车会在今年内来到 只是始终不肯公布这个新车发布的时间点 而根据传闻如果这款车真的在4月发布的话 那就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款车了 最新的这款车虽然说是普通版的 AVANZA 外观 但是在内部的设计呢 则似会跟 AVANZA VELOS 一样 拥有独立式的触屏足迹 拥有电子手刹车还有数位化仪表等等 看起来都很不错 只是价格方面暂时没有消息 这一款车相信在马来西亚应该会大卖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这种小型的 MPV 还是非常短缺的 这款车非常值得期待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最后一则新闻就是 Toyota 的钢炮发布 Toyota GR Corolla 真实增长 GR Corolla 的传闻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个4月1日呢 原厂终于正式的发布了这款新车 它采用的是欧洲、日本跟美国版本的 Corolla Hatchpack 打造 还是维持五门的设定 但是呢它拥有这个原自 WRC 的 GR4 全轮传动系统 匹配六速的 IMT 手排 重点是它的 1.6L 三缸涡轮引擎马力达到了 300 HP 风质扭力表现 370 Nm 以目前的钢炮车型来说 这样的动力表现其实都非常不错了 而且原厂也有表示呢 这辆车的悬吊是经过特别的设定 赛道化的调教 所以它在赛道的表现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不过目前呢消息指出呢 这一款车它暂时是北美特空车 马来西亚会不会看到呢 暂时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我们相信啊 在本地看到的基地还是会有的 就算本地没有引进的话 入口贸易车伤 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